拒絕向中共赤化 在香港昨天就有40多個團體 發起我要真選民的選民登記運動 希望延續雨傘運動的精神 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 和明年立法會選舉當中 展現真名義 全民登記人 全民登記人 我以真普選 全民登記人 全民登記人 民政副召集人陳淑輝表示 今次選民登記運動 希望承接雨傘運動 揭開今年第一波的公民運動 希望年輕的選民 在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及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踊躍投票 學聯副秘書長陳奧輝 批評近日建制派 建議引入大陸國安法 及新成立的香港青少年軍 明顯是衝著雨傘運動的年輕人 所以很擔心其實它會變成一個 所謂好像文革市的紅衛軍 在未來一些很大型的社會事件 或者民主運動的事件 譬如說今次的雨傘運動 一些政府或者解放軍不能做的事 會代由這一班的紅衛軍 或者青銀軍去做 所以我們必須警示 或者必須警示這個問題 另外民陣表示 2月1日的大遊行 尚未獲發警方不反對通知書 警方要求增加一倍糾纏 和提早終點集會時間 下週會交代結果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